傍晚侯爷听说二老爷晕船 身体不适 不许停船歇夜 确实是有意为之 侯爷说了 要叫二老爷多吃点苦头 老夫人与二老爷二太太所坐的船 被人穿底 确实不是侯爷指使人干的 至少侯爷从未在老奴面前提起 不瞒王爷与老夫人说 侯爷甚少有事会瞒着老奴 老夫人船上的人叫喊说 船底入水即将下沉 侯爷忧心时风雨之故 生怕自己坐的船也会沉 便让人加快行船 靠岸躲避 当时他确实是没打算救人 只想着先保住自己再说 侯爷命船靠岸后 捡船底无事 回想起老夫人与二老爷就有些慌了 若是老夫人的船当真是沉了 叫人知道他见死不救 一状告到皇上面前 他这不孝不惕的罪名就逃不掉了 这时有人从河上飘下来 向我们求救 老奴认的是二老爷房里的大姐儿的乳母 侯爷立即命人将人打沉 不能救上来 怕走漏了风声 那乳母很快就沉入了水中 老奴有些后怕 劝说侯爷 几条船的人加起来 有一百多人 即便是昨晚风大雨大 大多数人都躲进了船舱 未必能看到这河上发生的河事 但总有人是能看见 再者连乳母都能安然地逃脱 想必还有其他人生还 侯爷想要瞒住世人真相 谈何容易呢 不如早做不救 好歹救几个人回来 也算是有个交代 只说是风雨太大 救援不及 别人也不好过于苛责 没想到小人进船言 说船只怕已经沉了 这时候再救人有什么用 活下来的人 定然会对侯爷怀恨在心 即便是嘴上说感恩 日后也定然会报复 这侯爷历史就变了脸色 命人沿岸搜寻 那些人都带了兵器 却一个活人也没带回来 也没带回过一具尸首 张氏听到这里 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广平王却听出了几分端倪 你说有小人进船言 这小人是谁 你说起这个小人 汪四平显然激动了很多 正是二管事高成 他本来只是在外院 做个小小的采买 因套得了大奶奶的欢心 被提拔上来 做了采买上的管事 如今已经爬到 府中二管事的位子上了 这次回南边 他远不在随行人员的名册上 也不知是哄得哪位主人开了口 将他临时安插进来 这一路上没少巴结侯爷 说话做事捧高踩低 常常在侯爷面前说 老夫人与二老爷的不适 若不是他处处进谗言 侯爷怎么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 对老夫人与二老爷 见死不救啊 广平王听到这里 挑了挑眉 大奶奶 这莫非是赵兄那小娃娃 提到的那一位 张氏也想到了这一点 若这高成 真是讲世的人 那这小人进谗言的内幕 还没那么简单 想不到 他一时心软 不忍见赵泽吾知 小儿前途近毁 竟然白白葬送了 自己的儿子媳妇 张氏一口气没上来 当场晕死过去 帐内住人一时慌乱 广平王 盲命人将张氏送回了马车休养 又继续地审问王四平 你说这高成小人 向剑男侯尽谗言 剑男侯方才如此的冷酷狠辣 那若没有高成在 剑男侯又会如何 他会丢下继母兄弟 见死不救吗 会命人杀死沉船上 掏出性命的人灭口吗 王四平犹豫了 他倒是想说不会 但想想主人剑男侯 那糊涂劲儿 也不敢夸下海口 否则堂堂的一位侯爷 居然任由一个管事摆弄 犯下世母杀地的大罪 岂不是显得太过无能了 最终他只能说 若无小人禁言 侯爷心中或许会对老夫人 与二老爷不满 或许会见死不救 但还不至于赶尽杀绝 连仆役都不肯放过 也就是说 对继母和弟弟 就未必会轻松放过了 光平王的心里有了数 对剑男侯的性情 不由得皱了皱眉 如此无德恶人 真真是枉为老郡公的血脉 即便是看在老郡公的份上 饶他性命 日后也绝不能重用他 他又问汪四平 剑男侯走得如此仓促 临行前都是如何吩咐而等的 他就只是吩咐你们将老夫人 与赵二爷的遗体收敛好 运回老家就算了吗 汪四平小声地答道 侯爷本打算派人 找到所有沉船上的人 无论是死是活 都一概不许留得性命在 事后只推说是风雨太大 不慎落水就罢了 谁知有人寻到我们 说救起一人 侯爷怕走漏风声 推说不是我们的人 又派人去灭口 嘱咐了派去的人 事后直接回高堂的庄子 不要再回船上来 以免被人发现 高城又劝侯爷 也不知那救人的伤队 从那被救之人嘴里 听说了多少 不如一病灭口了事 然后将人寻个偏僻之地埋了 也没人会发现 广平王一听就冷笑 哼 这高城还真是能干得很 不相干的人都不肯放过 果然是个小人 不怪他恼怒 若不是皇帝不放心 坚持要他多带几个护卫 兴许他堂堂皇子贵胄 昨晚就要不明不白地 死在运河边上了 他娇妻质子俱在 受此迟余之灾 岂不冤枉 剑南侯真真是罪该万死 汪四平缩了缩脑袋 身上微微地发着抖 他自打知道 这找上门来的商队主人 是哪一位 就知道 自家主人前途不妙了 又怎会不明白 自己方才这番话 是在火上浇油 只是事已至此 帮着剑南侯说话 他也没有好下场 何不索性 实话实说 他本是老郡公在时 提拔上来的 虽心里更偏向 剑南侯赵炯 但看到他如此的心狠手辣 心里多少有些惊慌 俗话说得好 一朝天子 一朝臣 赵炯 习了诀 夫人牛氏 主持中盔 定会提拔心腹之人 接任大管家之位 他如今接下了善后的脏活 事后若是高成 再向侯爷进几句谗言 他说不定就要被灭口 好为后来者腾位子 而高成却能从此风光诬陷 他才咽不下这口气呢 想到这里 这汪四平便接着说 那高成不但劝侯爷灭口 还说商队毕竟是外人 不比自家的仆仪 要下手容易 事后 却不免会有风声传出 万一被人发现 他们商队出事时 这侯爷一行就在附近 就不好了 不如早早地离开 还要尽可能地 打张旗鼓地走 让所有人都瞧见 好摆脱嫌疑 只要留下几个人 将痕迹收拾干净即可 侯爷答应了 又吩咐小人 若是收敛到的尸首上 有什么不对 就略作掩饰 掩饰不了 就索性一把火烧成灰 千万不可让人看出破绽来 万一惊动了本地官府 可以推说 是遇到了和尚的水匪 责成官府中人追缴 以侯府的名义 问本地的父母官 纵匪行凶的罪名 直到他们不再过问为止 广平王似笑微笑 果然是个人才 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在建南侯府 做个小小的二管事 果然是委屈了他 何该有个更好的去处才是 汪四平不敢出场 将头吹得滴滴的 等了半天 才等到广平王的下文 随你留下来善后事宜的几个人 你都能拿捏住吗 汪四平不懂他想做什么 芒说 有两人并不相熟 其中一个是顾的船队留下来的 专门去辨人遇难船工的尸首 另一个速来跟高城走得近 小的怕那船队的人闹事 就看不惯另一个 见收敛了几具家生 壁仆尸首 便打发他们送到高堂去了 至少要两日才能回来 剩下的两个溥仪 与两个婆子 居于小人有亲 绝不会多言 很好 广平王微微一笑 这两日 你就让剩下的人听你好令 把尸首都收敛入关 雇好船 装好棺木 等去了高堂的两人回来 你稳住他们 不要泄露本王在此 也别告诉他们老夫人和两个孩子平安无事 只管带着他们坐船 将棺木运往奉险 本王会一路护送老夫人跟在你身后南下 至于到了赵氏族中如何说话 本王自有打算 汪四平连忙硬下 光平王让人将他带下去 又让属下紧紧跟着他们一伙人 看他们如何行事 自己却写信去了 剑南侯赵家出现这样大的变故 他得马上禀告父皇 才好安排后续事宜 赵秀对大人们的动向是一无所知 只知道秋叶没多久就醒了 小哥哥赵伟也醒了 但秋叶恢复得很快 赵伟却一直病奄奄的咳嗽不停 叫人担心不已 随着赵伟的咳症迟迟迟没有好转 他就被安排到单独的马车上养病去了 接着祖母张氏也病倒了 脸色非常的差 时时的昏睡不醒 即使醒过来也常常的流泪不止 无论赵秀如何安慰都不能让他稍微好过些 甚至他看到孙女如此的懂事贴心 还会哭得更加的伤心难过 赵秀不知该如何劝他 有时候看到他那样难过 想起自己现代的父母 也忍不住陪着一起哭 广平王的车队 在河岸上只停留了不到两日 就全体转移了 转到了数里外的柳林镇 包下镇上唯一的一间客栈 其实也只有一个院子 十一间房 包括正房三间 东西厢房各三间 以及两间倒座房 因为房间少 赵秀被安置在正房西阁间 也就是东平王世子高真的房间里 除去两个孩子外 同屋的还有照顾高真的大丫头和烟霞两人 那大丫头是一心一意的赵侃校主人 不怎么理会赵秀的事 全都交给了烟霞 不过礼数上倒是挑不出错来 赵秀也不放在心上 本就是寄人篱下 有个地方住就很好了 他只是挂心祖母和小哥哥 自打着住进这客栈后 整整两天 他都没再见过他们 他知道 他们住在东乡房内 可就是一直没能见到 他曾经私下地问烟霞 我可不可以去看看祖母和哥哥 烟霞非常温柔地劝他 赵老夫人和赵小公子都病着呢 怕赵姑娘过了病气 因此特地的嘱咐了 不让赵姑娘过去瞧他们 不过姑娘放心 有王妃和江太一照看 老夫人与小公子都不会有事的 赵秀闷声硬着 心里还是很牵挂 又问起了 失踪多时 一直不清楚下落的父母 王爷派出去的人 找到我爹娘了吗 其他人呢 烟霞看着他的目光 就戴上了怜悯 嘴上却半点口风不漏 还在找呢 赵姑娘放心 有了消息 一定会告诉你的 赵秀只好继续地郁闷了 高真见他心情不好 完成了父亲布置的功课写大字 就从椅子上跳下来 跑过来对他说 赵妹妹 别担心了 你爹娘会没事的 你祖母和哥哥 也会很快好起来的 赵秀回他一个笑容 那当然是他的愿望 高真想了想 便趁着烟霞和他的大丫头 去取午饭时 对赵秀说 你祖母和哥哥 就住在东乡房里 这回子屋里没人 不如我带你过去瞧瞧 看他们一眼 再瞧瞧溜回来 赵秀大为的心动 要是让烟霞姐姐他们知道了 高真挺起小胸脯 放心 有我呢 赵秀便从床上跳下来 跟在他后面悄悄地往外走 他这具身体不过一碎有余 虽然是能走路 但脚力不足 走得歪歪扭扭的 幸好有高真牵着他 又使尽吃奶的力气 抱他走下台阶 两个孩子才慢腾腾地走到了东乡房 东乡三间 正屋有两个婆子上夜 两边隔间的一间是张氏与秋叶住着 另一间给赵伟住 此时两个婆子都不在 倒是在左面隔间里传来说话声 听着似乎是广平王妃正陪张氏说话 秋叶就在里头侍候 高真怕母亲看见自己将小妹妹带了出来 会责备自己 忙给赵秀使了个眼色 赵秀会议 轻手轻脚地摸向赵伟的房间 张氏房中 广平王妃柔婉的声音传来 老夫人还请节哀 令郎令习虽不幸生死 但您还有孙儿孙女 说您有个好歹 叫孩子们依靠谁呢 还请您为了伟哥和秀姐 多多地振作才是 赵秀停下了脚步 震惊地回头望去 赵秀在原地僵了好一会儿 心头涌起了一阵浓浓的悲哀 其实他早该想到了 赵卓与米氏 都是在沉船后很快就落入水中 然后失去了踪影 不像他和张氏赵伟 依靠船上碎裂的木板 漂浮了很长时间 若是他们还活着 早就该和其他仆人一起有消息了 这么多天都没有下落 不是漂到很远的地方 就是已经找到失手 但大人们下意识地瞒住了他这个小孩 显然张氏是知情的 怪不得烟霞方才和他说话时 表情会那么的古怪 分明就是知道真相 可怜他没了父母 却又不能告诉他实情 赵秀心中暗叹 自己果然是没有父母缘 才得到了新父母几天 又再度地失去他们 高真懵懂地看着他 不明白这小妹妹 为什么忽然站着不走了 他凑过来小声地问 妹妹你是不是累了 赵秀仰起头看他 微笑着摇摇头 牵起他的手往前走 眼圈却已经红了 赵卫窝在床上双目紧闭 似乎还在睡着 但睡得很不安稳 时不时低咳两声 眉间皱得紧紧的 脸色非常的苍白 赵秀松开高瞻的手 跌跌撞撞地走到床边 扒着床檐去看赵卫 心里忽然异样地难过起来 在这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 赵家人遭遇了多么大的不幸啊 赵秀甚至在想 如果他没有穿过来 只是原本那个懵懂不知事的小女孩 是不是也会死在冰冷的河水中 活下来的这些人 又是否能够依然地活下来 而作为谋杀嫌疑人的赵炯 就更让人痛恨了 赵秀不明白 他对继母与同父异母的兄弟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会让他做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我会让他做出这种